《刀劍神域》遊戲系列最新作品《彼岸游境》 近期公布了最新的宣傳影片和實際畫面 本作故事以動畫第三季《刀劍神域》 Alicization 為基礎 前半段劇情雖然與原作相同 但是後半段將會展開全新的原創故事 在實際畫面當中 可以看到羅尼爺、提傑和尤吉歐在修建學院 以及卡迪納爾和童人在隱藏圖書館中的冒險 而宣傳影片裡則可以看到 和最高祭司戰鬥等動畫裡的經典橋段 至於原創角色梅迪納也在影片中出現 到底她會對劇情造成怎麼樣的影響 讓故事走向不同的發展呢 而影片最後身為童人正宮的雅思納 也進入到Underworld 為了尋找童人 似乎也會和愛莉絲發生衝突 也讓人越來越在意到底故事會如何發展 有興趣的玩家 就請持續關注遊戲的後續情報囉